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3号发布消息说 已对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创始人普利哥任煽动武装叛乱进行了刑事立案 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 已经对普利哥任以煽动武装叛乱的罪名提起诉讼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 所有以普利哥任名义传播的所谓俄罗斯国防部军队 袭击瓦格纳雇佣兵营地的相关消息和视频都与事实不符 是一种信息挑衅 俄罗斯国防部强调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在特别军事行动地区执行战斗任务 据俄新社报道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得到有关普利哥任情况的报告 正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 据塔斯社今天凌晨报道说 莫斯科已经加强了安全措施 所有重要设施 国家政府机构和交通基础设施 已经加强安保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的话报道称 目前莫斯科正在进行反恐行动 加强安全保障力度和增加道路检查措施 塔斯社报道称 位于罗斯托夫州首府顿涅河畔 罗斯托夫的俄南部军区总部附近设立了检查站 由军队和执法部门维持秩序 没有rich未经许 我们 Meng Frodo